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五月六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一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跟中国疫苗有关的消息 这里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要求中国大使馆收回一千支捐赠的国药疫苗 他被批评使用了这一种尚未经批准的疫苗 作为回应杜特尔特表示 中国今后应该只送另外一个科兴疫苗 在菲律宾使用 国药上位在菲律宾获得批准 预计本周都将获得世卫组织的批准 但是杜特尔特说 他只是在同情性使用条款下注册了国药的疫苗 他的医生建议他接种疫苗 而据当地媒体报道杜特尔特说 不要跟随我的脚步 疫苗很危险 因为没有研究可能对身体没有好处 就让我成为唯一接受这个疫苗的人吧 他还解释说国药疫苗没有被批准 可能有多种副作用 并补充表示我们就把它们拉出去吧 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他还接受了有关于使用未经批准疫苗有风险的批评 说我很抱歉你们是对的 中国的两针疫苗都是灭活疫苗 其作用是利用杀死的病毒 是身体免疫系统接触不到 不会有严重的疾病反应风险 相比之下西方正在开发的莫德纳 还有辉瑞疫苗实现是RNA疫苗 目前菲律宾国内唯一首批的疫苗是阿斯利康 还有另外的一种科兴 两种疫苗都被用于一线工人和弱势群体 目前还不知道为什么杜特尔特没有使用被批准用于应急的疫苗 菲律宾是东南亚受到病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只有超过百万个病例 近一点八万人的死亡 当地媒体表示超过一半的菲律宾人不予接种疫苗 主要是担心不安全 而据当地媒体引用研究报道 对于疫苗的犹豫主要归于二零一六年 围绕给儿童注射某一种疫苗出现不良反应的丑闻 杜特尔特政府在去年已经受到了抨击 因为总统的安全人员在疫苗正式抵达菲律宾之前很久就接种了中国疫苗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中澳关系的有关情况 中国官方在周四宣布无限期暂停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的一切活动 根据发改委公众号在六日发表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关于无限期暂停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一切活动的声明 说近期澳洲联邦政府某些人士基于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 推出系列干扰破坏两国正常交流合作的举措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决定自即日起 无限期暂停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与澳洲联邦政府相关部门共同牵头的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的一切活动 澳洲外长此前宣布取消维多利亚省与中国签署的一带一路协议 当时中国驻澳大利亚市管则回应表示 澳方此举是针对中方的又以无理挑衅行径 此前中澳两国关系出现急剧恶化 在国家安全人权以及其他问题上都出现了多线条交锋 引发了中国对于澳大利亚一系列出口产品实施贸易惩罚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跟凤凰卫视有关的消息 根据来自中央社的报道 海南海口市公安局公布一立案调查凤凰金融案件 公司法定代表人贺欣被刑拘 而贺欣正是凤凰卫视前总裁刘长乐的女婿 海口公安局所属微博账号海口公安在五日公布 海口公安局龙华分局在四月三十日 正是对凤凰智信信息技术海口有限公司设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立案侦查 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贺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而根据公开资料显示贺欣正是刘长乐的女婿 凤凰金融官网显示平台的网贷服务是由凤凰智信所提供的 所谓的凤凰金融是创立于二零一四年的网贷平台 二零二零年九月在未公告通知的情况下突然暂停了网贷产品 据统计截至二零二零年十月凤凰金融平台一共有七万余位用户遍及中国各地 而存量借款余额已达到人民币九十八亿元 这样的事件曾经导致大量用户投诉 而刘长乐在一九九六年创办了凤凰卫视 在今年二月底卸任行政总裁一职 此前有香港媒体报道刘长乐的去职与凤凰金融暴雷案有关 但是这样的消息没有得到确认 在四月的时候刘长乐又将超过百分之三十七的凤凰卫视股份授予中资紫金文化集团 至此几乎出净了所有的凤凰卫视股份 而在此前凤凰卫视任命前上海社科院党委书记徐温来出任总裁 央视副台长孙玉胜稍早是出任凤凰卫视常务副总裁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习近平近期公布的一次讲话 这里一起来看到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党刊求是日前刊出了习近平年初时的一次讲话 他表示当前世界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一个乱字 而从疫情全球大流行来看 各国领导力和制度优越性如何高下立判 根据求是网站四月三十日刊出的这一篇题为 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文章 习近平在一月十一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 学习贯彻等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的讲话 发布表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世界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一个乱字 而这个趋势看来会延续下去 习近平接着表示这次应对疫情全球大流行 各国制度优越性高下立判 时与事在我们这一边 这是我们的定力和底气所在 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 习近平表示中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大多前所未有 而总体上机遇大过挑战 讲话中他不止一次引用毛泽东的话 说无论怎样复杂艰难藏苦的环境 军事指导者首先需要的是独立自主的组织和使用自己的力量 被迪逼迫到被动地位是常有的事情 重要的是要迅速恢复主动地位 而同时习近平在引用这段话的时候还说 只要立足自身把国内大循环畅通起来 努力练就百毒不侵金刚不坏之身 就能够继续发展下去 没有人能够打倒我们 卡死我们 他还要求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增强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等 他表示要注意防范认识误区 不能片面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也不能片面强调国内国际双循环 他表示不能一讲解决卡脖子 就以为什么都要自己做 搞重复建设 专丁高大上项目 不顾客观实际产业基础 结果成了烂尾项目 根据来自中央社的分析 此句话似乎是有所指 此前中国有多个半导体公司为正式投产就已烂尾收场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彭博新经济论坛的有关情况 彭博创始人布隆伯格在日前表示 彭博经济论坛在今年将遗失新加坡从北京撤出 部分原因是记者在中国面临非常困难的处境 根据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今年的创新经济论坛将于十一月十六日至十九日在新加坡举行 由于疫情的缘故 仅限四百位参与者 讨论的话题主要是各国如何从疫情中恢复等 布隆伯格也表示 后前也是在新加坡举行这一次新经济论坛的重要原因 埃隆马斯克比尔盖茨以及世贸组织的负责人等大概四百名领导人已经报名参加活动 活动的重点是企业如何驾驭中国崛起以及其他全球经济力量的转变 该会议在二零一九年在北京举行 而去年也是在北京举行 二零一八年的首届活动本应在北京举行 但是当年在中美紧张局势升级的情况下被移至新加坡 新经济论坛召开之际 跨国公司正在努力应对由贸易紧张局势 技术对峙还有北京人权记录引发新的中美关系紧张 此前基辛格告诉英国金融时报美中关系仍有冲突风险 他表示我认为在拜登这届政府中还没有形成明确的路线 但是在我看来正朝着两个大国试图重新建立彼此关系 广泛战线上谈盘迈进 他表示现在语言仍具有对抗性 但是我认为情况更好 在川普征服时期似乎孤立中国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 基辛格还说不应该把人权问题作为蓄意破坏现有结构的问题 如果我们这样做将处于永久的对抗之中 而布隆伯格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则说 企业明白当年必须一起工作时文化差异没有简单的答案 美国前财政部长鲍尔森在接受采访时则表示 美中关系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充满矛盾 希望拜登政府找到与在中国气候问题上合作的方法 同时也给企业一个机会 他表示企业在历史上也可以一直是中美关系的压仓时 确保事情不至于失控 布隆伯格表示希望可以在未来再次使得新经济论坛回到北京 但是没有明确说到底什么时候会回来 他表示当我告诉中国驻美大使我们的决定是 他说我们理解希望明年你能够考虑我们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 文章的题目是华融的命运可能取决于厌恶旧事的习近平的亲信 文章介绍华融是一家陷入困境的中国金融集团 而他的未来可能有一个人决定 这就是副总理刘鹤 他认为允许更多的国有企业违约正是国家所需要的 虽然华融坚持认为自己足够健康可以偿还债务 但是自从公司错过了三月三十一日报告二0二0年收益的最后期限后 市场一直在为违约风险定价 另外一个预兆是今年一月华融的前董事长赖小敏被处决 罪名是大量的贿赂以及其他 在赖小敏的领导下公司超越了其最初帮助银行处理坏账的原本职务 从海外债券持有人那里筹集了数十亿美元 扩展到从信托到证券交易 还有非流动投资的所有领域 根据最后统计资产负债表上总共列出了超过一点七三万亿元的资产 由于一系列情况仍有可能发生 比如国家支持的现金注入或者是涉及债券持有人损失的漫长重组 分析师普遍认为习近平的经济沙皇刘鹤将发挥关键作用 刘鹤将做出最终决定 他表示不想救助所有企业 他不喜欢道德风险 但同时也不想引发金融危机 近年来刘鹤提出了重塑中国超过五十万亿美元金融业的愿景 将信贷从国有企业转移到更灵活的私营公司和对刺激经济持续增长至关重要的战略部门 克尚未讨论华荣的命运 但是他过去的评论表明 他认为允许国有企业违约是必要的步骤 以迫使贷款人根据借款人的商业前景 而不是起与党的关系来决定风险 在去年夏天 当中国仍在与病毒作斗争 而美国和欧洲的政治家们几乎不惜一切代价支持其本国经济时 刘鹤宣布淘汰弱势公司的任务必须交给市场 当时是八月底的一次讲话 他呼吁要努力坚决防止道德风险 这是否适用于由财政部控制的华融集团似乎还有待观察 而有分析表示取消国家的隐性担保被刘鹤视为彻底改革资本市场的关键部分 分析指出现年六十九岁的刘鹤从小就认识习近平 他们是被派往贫困地区工作的大批青年人 二零一三年他起草了习近平政府标志性的经济政策文件 承诺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 曾经与刘鹤打过交道的美国官员表示 刘鹤非常敏锐 在优先考虑党的利益的同时 他比其他中国官员对于市场力量也表现出了更大的信心 现在华融有相当于四百一十三亿美元的未偿还债券 国有银行最新介入帮助其支付到期的债务 这表明官员可能担心系统性风险 而彭博社此前报道表示 中央银行正考虑一项注入现金的计划 分析表示对刘鹤决心的下一个考验 可能是地方政府用来规避中国政府规定的 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的借款限额融资工具之一 是否出现违约 分析表示地方政府的利益和中央政府存在紧张关系 没有地方政府想成为第一个违约者 再为您关注到的同样是来自英国金融时报的有关报道 其文章题目是企业为什么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所谓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是以一九七三年瑞典首都一起臭名昭著的案件所命名的 这是一种现象 也就是绑架或被劫持人质的受害者 对于绑架者产生了信任喜爱甚至同情的感觉 而文章认为在与北京大交道时 这种情况一直困扰着许多企业界甚至某一些政府 文章作者接到 最近有一群驻香港的国际企业高管邀请我 讨论北京破坏香港民主和言论自由的行动 其中几位高管表示 他们把自由媒体视为最大的敌人 他们说问题不在于香港的权利和自由受到侵蚀 问题在于讨厌的记者说服北京以及其他国家停止在这个城市投资 把中国最成功的赚钱的企业描述为人质 这似乎听起来有一些奇怪 但是作者写道在其日常运作中 这些公司面临着知识产权盗窃 不可预测的其他政策 秘密警察的侵扰性监视 以及普通商业纠纷引起的出境禁令 甚至员工被逮捕的威胁 中国政府曾经因为一系列被认为是政治上的问题而惩罚了许多公司和国家 有一些公司受到惩罚之后 却选择重新投向中国市场 最近包括耐克和在内的公司受到了国家组织的消费者抵制 因为他们拒绝使用新疆棉花 在去年的演讲中 习近平明确表示 他希望增加这种杠杆作用 说党必须收紧国际生产链对中国的依赖 以形成强大的反制和威慑能力 当涉及到种族灭绝等敏感问题时 这些公司的环境社会治理政策究竟是什么 现在仍然是谜题 但是文章作者表示 默许绑匪的要求只会鼓励他们抓更多的人质 对于这样的问题国际企业和政府必须有所思索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腾讯相关的消息 根据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腾讯正跟美国外资委员会进行谈判 保留其对美国游戏开发商的股权投资 知情人士表示从去年下半年以来 腾讯一直与美国外资委员会进行磋商 希望消除风险 腾讯全日股价收报六百一十点五元 成交价一百三十亿元 报告表示美国的监管机构一直在评估 美国游戏开发商在处理用户数据时 是否因为腾讯的背景而构成国家安全风险 据报两家游戏商尚未与腾讯共享用户数据 而另外一家游戏商则表示公司独立运作于腾讯 在川普政府时期腾讯受到美国国家安全审查 但是后来并未形成定论 最后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环境有关的消息 这里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中央社的报道 五一长假结束开工日当天 中国北方地区出现沙尘暴 官方在清晨六时继续发布沙尘暴蓝色预警 而北京气象局则公告表示沙尘预计在上午十一时左右自西北向东南影响北京 受到蒙古国沙尘影响 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甘肃中西部内蒙古中西部宁夏陕西北部山西西北部等地 从二日起就出现阳沙浮沉 而气象台发布蓝色预警表示 受冷空气大风影响预计六日上午八时至七日上午八时 多地可能会出现浮沉天气 公告提告内蒙古中部部分将有沙尘暴 局部地区将出现强沙尘暴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华尔街网报的全部内容 希望您喜欢并继续关注我们的其他节目